据内幕网9月9日的报道 一位熟悉参议院民主党的助手透露 参议院民主党人正在考虑将总统拜登 3.5万亿美元社会支出计划中 修改后的儿童税收抵免延长3年至2024年 然后数额将回落到2000美元 但不欠税的家庭将永久获得全额补贴 也就是所谓的全额退款 为节省350亿美元 参议院民主党人不排除在未来10年里取消全额退款的可能性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已经拨款3850亿美元 用于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及另外两个项目 如劳动所得税抵免 以及儿童和抚养人的税收抵免 在四级飓风爱达席卷路易斯安那州近10天后 美国墨西哥湾近80%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 仍然处于停摆状态 美国能源信息部9月8日提升了美国石油产量降幅预期 爱达横扫了墨西哥湾中心地带 成为于15年来对海上生产破坏力最大的风暴 爱达是关键的路上基础设施参唤 美国约13%的石油生产停摆 由于停电和一些设施受损 重启计划进展缓慢 包括雪佛龙公司 荷兰皇家翘牌集团 英国石油公司和埃克森美孚在内的多家石油公司 都在该地区经营着大规模设施 为扶持小商家在新冠疫情后的恢复 美国联邦国税局将于9月13日至17日 推出主题为任性和决心的小商家周活动 为全美3000多万小商家提供抵税优惠 普及税务指使 本届小商家周系列活动内容包括 或为小商家提供税务信息中心 让业者知道在疫情期间 应该关注的重点税务资讯 为民众详解工作计划税收减免计划 普及税收减免的细节 教导民众区分独立承包商和雇员 在税务上的差异 小商家需要注意的报税事项 以及可享受的慈善机构抵税优惠等 详情资讯可登陆国税局官网 法国巴黎特别重罪法庭 8日起开始审理2015年巴黎系列恐袭案 这场史无前例的庭审将持续到明年5月 受到法国各界高度关注 庭审过程将被录向用作司法档案 巴黎特别重罪法庭将审判20名被告 其中14人出庭受审 其他人因被通缉或被推定死亡等原因 缺席审判 出庭的被告中包括袭击者中 唯一活下来的犯罪嫌疑人 萨拉赫·阿普杜勒·萨拉姆 部分恐袭幸存者 遇难者家属 以及法国前总统奥朗德等证人将出庭 巴黎特别重罪法庭庭长让路易·佩里埃在庭审开始时说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非比寻常的审判 因为巴黎系列恐袭案受害者人数之多 造成的国内外影响之大 对法国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 为确保庭审安全并预防突发事件 巴黎警察局在庭审期间在司法宫周围设立进行区 数百名警察和宪兵进行警戒 2015年11月13日晚 巴黎11区的巴塔克兰剧院 巴黎多家餐厅 巴黎北郊的法兰西体育场附近等地 发生多起枪击和爆炸事件 造成130多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当晚宣布 法国进入紧急状态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此事件负责 作词制作人